西雅楊坑 小翘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渠州南部一個偏遠而美麗的小山村 楊坑村 我眼前的這座山村一山耳界 黑瓦白牆 在藍天毛族的映像下寫著格外的古樸親切 讓我記得小時候 坐在外婆家門口曬太陽的那種溫馨的場景 讓我有一種忍不住想走進這個村莊的村莊 謝謝謝謝夠了夠了 你還有花 奶奶夠了夠了真夠了 夠了夠了奶奶 沒有關係的 夠了夠了奶奶 這裡六日生還有兩塊 對 今天六日生到這裡來玩 嗯 好的 到我這裡吃飯 嗯 好的 看起來身體還蠻好的 還種這麼多菜 嗯 那個 那個 花天花天的那個 紅酒也打到這裡來玩 哦 紅酒 這個是四口片嗎 這個老紅酒 我這個也是老黃酒 好 看吧 先走了 嗯 好的 奶奶特別的親切 像自己的奶奶一樣 百事其窗 你們看 它這裡面的接觸都非常的無老 但是又特別的精緻 讓我有一種回到了古時候的感覺 嗯 整個村莊都是黑瓦白藏的老房子 每棟老房子之間都是用清洗肉箱連接的 顯得格外的古樸自然 在陽坑望不到山看得到水 腳下的每一步都透著歷史的氣息 這也許也就是我們一步向往的生活吧 哇 這個天族好漂亮 塑火雷雷 你們看 紅通通的 顯得好喜氣呀 剛剛聽車裡的老人家說 晚上的陽坑更美 每家每戶都會把家裡的燈籠給打開 遠遠望去就像一個小山城 所以啊 陽坑也被稱為徐州的小重慶 下次一定要來感受一下晚上的陽坑 我們會 budget上去熟悉 旁耳末 旁耳末 這個時間會不會出現